大家好 去年兄弟抓了我两只香猪 到现在都不给钱 今天我去他那里抓了两条白猪回来 那时候用那个香猪跟白猪配在一起生出来的 开上去就很挑战 两条小白猪 开上去把那个黑的猪一起喂 看看怎么样 不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真的是在弓的 你看至少是自己跑出来了 这就会跑出来了 哎呀 哎呀不大事 还高低格 你看看大白猪 屁股上的黑色的 哈哈哈哈 把我给拍剂 哈哈哈哈 他在笑着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那小子还想喝奶 他那么小就给我抓回来了 这没事 看他都断奶了 啊 这个猪最大的话能长六七百斤的 他养个一两年的话可以长得很大的 过年的生应该有两百斤 哇 一年一百斤 要到一年一百斤 你看 他们慢慢就会熟悉了 慢慢就会熟悉了 他们自己 自己玩自己的 他们自己会自己吃的 不用我们管 不管他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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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已经安得好了 我去看一下兄弟家的西城 今年的西城 听说产量很高 就在村口 就我们村的 快晃过来了 慢慢的晃起来了 三包团 有树有树 有树 有树 超多管经养 受果累累 今年产量好高 比去年高很多 这都是种了差不多开五年的树 五年它那么大一点 那么大一点的杆子 可以 你看这个树都断了 太多了 直接掰下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掉在地上的 哎呀 真的有一个掉在地上 看是不是 泥巴都有了 尝一下 哎呀怎么样 味道 现在应该可以好吃 还点酸 黄色就好吃了 现在还不是很黄 现在还不是很甜 太酸了 其他人都还没熟 看来路过兄弟家的这个红树 高粱合起来 这个红树 不知道有没有味 哇 哎呀 你看 你看 这里有一个了吧 就是那么小 那么小也可以吃的 这个红树很漂亮的 这个红树很漂亮的 不大也不小 刚刚好 这还有几个呢 这个太小了 这个拿回这个小竹子 看 哎呀 这么大 这个 这个太大 这个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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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子就挖到那么多 刚好这里一个袋子 肯定兄弟给我准备的 把这个舒坦带回去给租车 把点红树 把点红树 拿起来 洗一下 小竹子鱼 小竹子鱼 挖端子鱼 竹子鱼 使用手带了几个玉米 不干几个鱼 用那个 虚子锅起来 不只用烤鱼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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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准备上炭 烤鱼 烤鱼 这样子 烤鱼 烤鱼 再给我半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鱼 烤鱼 应该是吧 按道理来说吧 哎呀 金黄的身体 露出了 是 等一下 好像是 好烤 哈 啊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好酸 真的好好酸 好好吃 看那个红薯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小红 都熟透了 只是这个水分被蒸干了一样 好爽 搞点 哇 又红又粉的 应该是我们到这儿了 我们得吃晚饭了